主辦單位中理事長還有遠道從日本遠道來的大陸還有香港遠道來的各位歸兵 還有屁先生 大家早 早 大家都好有提醒 那其實因為早上比較多時間大家都在互相交換影片在交流 那我也稍微把耳朵打開聽了一下大家都在談些什麼事情 那其實也都聽到大家說其實這個養老的產業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是一個趨勢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那我在這裡只是再補充一下去支持說大家的結論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有一些統計數據我在這邊還是簡單的說明一下 那台灣是這樣台灣是在1993年也就是民國82年的時候 我們65歲以上的老人是達到總人口的7% 那對WHO的這個標準它就叫做高齡化的社會 那再經過這樣短短就是二十幾年時間去年的6月 我們的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有多少人? 264萬人已經到了總人口的11%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出去每10個人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老人 那這就是去證明大家的那個直覺說這是一個未來的商機 因為這是趨勢上是會越來越快速、越來越多人 好那第二個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其實政府也看到了這樣的趨勢 所以我們有一些做法那有一些可能大家知道有一些不清楚 那第一個做法大家知道老的時候最怕什麼?最怕生病 最怕沒有窮這兩個 那所以我們在經濟的部分其實有一些比較熟台灣體系就知道說 我們現在是這樣子如果你是按照你的職業 你是勞工、你是公務員或是你是軍人或是教師 你都有你對應的那個保險 還有你將來退職以後會有退休金 好 那另外會有人是他都沒有工作的像家庭主婦 那他老了怎麼辦呢? 所以呢我們在2008年就政府就開辦了這個國民年金 好就是他要在這個階段先繳錢 然後等到他60歲以後他就可以就是按月的去頂他的 這個所謂的每月的這個薪資的錢就對了 所以這樣跟他表示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確定說以後我們的台灣社會的這個 我們的年長者至少他的經濟是不於匱乏的 那不於匱乏的經濟底下就是說 你有錢你過得了基本的生活 你才有可能再掏出口袋給的錢 去買保健食品去買其他的就是養生的東西 這也是來講說為什麼我們講四個商機的一個支撐點 那再來就是醫療的部分跟大家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說醫療的部分也是政府給予台灣民眾那個保障 那應該很清楚其實我們現在全民健保 花這個錢比例最高的就是老年人 所以其實在醫療的部分政府也給予我們的年長者 給予全力的資源 那再來就是要跟大家講到就是說 其實昨天我們才有一個國際醫療的一個論壇 也就是或是有人講觀光醫療 那其實那時候大家很多人也都說 其實鷹靶族的養生保健就是未來的趨勢 那跟大家講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一個困難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條例 那剛剛理事長也講了 一直在立法上有一些困難 不然的話其實在那個條例我們主要就是要強調 不是以醫療為主而是以一個產業的群聚列為主 所以如果是自由經濟示範區這個條例過了 將來台灣有設計的示範區 它會有醫療的在裡面進駐 會有生計在裡面進駐 會有衣材、保健這些都在進駐 如果能夠成功的話 那我們有預估將來這個相關的產值是可以到1000億的新台幣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像那個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還是需要在政治上能夠看看能不能突破 然後讓它能夠通過 那發展上就會更好這樣子 所以我簡單的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一些台灣的現況 那今天這個周理事長排了很豐富的主題 然後從早上到下午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收穫很多有很多的交流 那我也預祝今天的會議很成功 大家身體健康更是如意 我們非常感謝這個專門委員的解釋 台灣很美 那反而都要兩黨的協調競爭 但是換個角度 它本來世界各國的民主國家就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這很正常 沒有什麼很奇怪的地方 我現在請一下 我先讓我們的外賓日本的那個左寶常務會長 先幫我們支持好不好 好 日本的左寶常務會長 那下一位我們請那個美國 請那個吳建章副院長 就是我們美國市政研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市政研底下的 我們美國這邊的吳建章副院長在那邊 副院長你先上座好不好 你先上座 看那個黃會長先坐在一塊好不好 待會你要支持 那這代表我們美國這一部分 因為以前我是秘書長 好 我們現在請那個 我們的日本左寶常務會長 請你跟大會支持一下好不好 感謝 謝謝